我們下午的話呢,主要是以使用3D為主 那所以呢,老師如果你要從右手邊這裡 您可以從這個檔案這邊直接下載 那這個是免安裝的版本,那官方當然也有什麼 也有它的那個,就是自己的安裝檔跟免安裝檔 那您可以進到我的這個教學整理這邊 你把他點進來,應該就會進到這個地方 這個首頁 好,那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這個軟體 老實講,我上這個軟體不是我很有成就感 是上課的同學很有成就感 因為3D從來都沒有你想過的那麼簡單 早上我們用3D搜尋也不錯嘛,對不對 那實用3D呢,他做的就不只是這樣 因為早上我們3D店只有模型,下午是連材質都要出來 材質都要出來,那以往我們要學3D說真的很難 包括什麼?因為你要會3D模型 要會貼材質,要會打燈光,甚至要會攝影機做動畫 好,那這個如果你沒有經過,不要說三年兩個月 你沒有經過幾個月甚至一年的學習 應該有點困難,其實我學3D是比較窮一點 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到 那時候我是豆子下的3D Max 不好意思喔,那時候就沒有Windows 嘿,我做編尾群叫Windows的3D Max照傳 好,那以前學就很痛苦啊 光看一堆英文就看得很累了 更加快就豆子 好,所以常常有時候都是在扣軟體而已 那我們這個使用3D呢,它的介面很簡單 第二個,它是Open Source 所以老師不用擔心軟體版學的問題 拿著就走 好,那它除了可以做靜態的圖片以外 也可以做什麼,攝影機的動畫,導覽動畫 所以我們一般在看像那個建案有沒有 建築的那個建案 他們很多會有那個攝影機機裡面照顧一下 跟你說我們這個以後做出來像什麼樣子 嘿,這個它裡面就可以做 那它的官方網站呢,您可以進來看看 它有中文版官方網站 所以你不用擔心跨路 好,所以在上面也有一些教學 那剛剛講的軟體的部分呢 你可以進到這邊 它有分幾個部分 有Windows的,有Mac的,有Linus的 所以都照顧得到 第二個 老實講它也有線上來 但是它需要安裝Java 不過老師應該知道現在Java 對流氧器不太好 應該說流氧器對它有點感冒 所以現在只剩下IE資源而已 所以反而不鼓勵老師用線上版本 那另外呢,它官方呢 就有提供免安裝版 所以您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本身就免安裝的可惜式版本 可是呢,它的檔案 沒有效果給你的那麼大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的 包括你用安裝版一樣 它裡面預設的模型比較少 所以我有整理過的 我只是拿它這個版本 加上一些模型 加上一些外貨程式 所以它上面有提供一些其他的模型 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那因為我們 繁體中文 有一個好處就是 中文化的作者 因為它本身就是室內設計師 所以它其實有幫我們整理很多台灣 用的那些 模型啊 還有材質 這個因為我現在有上那個 對岸的大陸的同學 他們我有切過去簡體版 發現差好多 所以繁體的比較幸福一點 它有 那所以你可以進到它部落格 它也整理很多 而且因為它是業界的 那所以說它有一些案例 案例也可以從那邊下載 那另外呢 行動裝置上也有 所以老師如果你是用行動裝置的 比如說你是用平板 但不鼓勵各位用手機 但是手機一樣可以裝 雖然它這個APP不是它官方的 但是因為它是Open Source 而且它APP開發了之後 官方也認可 因為它目前沒有開發 所以在它官方的部落上 它也有介紹 所以這個是老師您可以參考的 操作方式跟我們電腦上 可以說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是一樣的 界面也都一樣 這個是我覺得它最大好處 另外你往下走 就在首頁往下走 我有把講義已經丟在這裡了 一個PDF檔 您如果要獨立打開 就這樣打開 就可以稍微再看到 OK 所以這樣老師對這個 實用戰地有沒有稍微認識了 那我們早上有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它有這些作品 對不對 您從上面就可以點到 這裡面有很多作品 那這些東西要做難不難? 不難 真的不難 所以我們等一下馬上就試看看 那你把軟體下載好之後 直接解壓縮就可以了 您就按右鍵 7DIF解壓縮致詞就好了 不用再解到資料桿 我把資料桿留著 所以你解壓縮到致詞 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資料桿在這邊 點兩下 怎麼執行呢? 您可以選擇 這個軟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連Windows XP都可以用 有沒有看到S86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用Win7 Win8 原則上就64位了就好 所以你只要點兩下就可以打開 點兩下就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應該長得像這樣子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這樣OK 好